假如说谎会变成小猪佩琴 老师我是学霸怎么可能作弊啊 我怎么变成小猪佩琴啊 什么情况啊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被校长批评了 没看老师抱着视觉嘛 肯定是你们没考好 这次考试你们考的挺好啊 全部都是一百分 老师考一百分是我的正常水平 你想大卫一下进步了四十分 我再也不是天年老二了 还乐呵 这次视觉这么难 你们根本不可能考一百分 美丽你说你们是不是作弊了 老师我是学霸怎么可能作弊呢 我怎么变成小猪佩琴了 什么情况啊 没作弊你会变成小猪佩琴 现在说谎可是会变成小猪佩琴的 啊这可怎么办啊 你们呢 这次考试有没有作弊 老师我这次是正常发挥 没作弊 我是认真复习好的一百分 没作弊 都变成小猪佩琴了还说没作弊 气死我了 你们这是我大卫最差的一件学生 老老师 老老师 你 我就说嘛 我们肯定不是我最爱的最差的学生 太过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点击下方等待视频 按照一下呗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